风啸天选手和唐三选手 曾代表各自的队伍 一对一决胜 当时惜败的风啸天选手 能在本场中洗刷败机吗 火舞选手曾在个人赛中 击败唐三选手 这次唐三选手又将如何应对呢 陈锋学院列为三排 攻守兼备 调为文普 史莱克学院以此排开 会不会展开奇袭战术呢 史莱克的阵型与以往截然不同 难道有什么后招 两支队伍同出自天斗帝国赛区 在预选赛及晋级赛中 曾有过多次交叉 可谓是各有胜负 势均力敌 但能进入决赛的队伍 注定直隐一致 谁能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呢 我宣布史莱克学院对阵神风学院 比赛开始 他们在干什么 好惊人的魂力啊 贸然靠近 一定会被这本魂力所杀 按原计划进行 风啸天 升空 好 第二步进 双狼覆底 第三步进 其风双臂 第三步进 火星如鱼 火舞的融化技能 还有两位辅助魂师的权力支援 看来他们将胜利的希望 全数放在了风啸天和火舞身上 难道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已经收敛出双狼魂融合 双人融合技 火舞与风啸天的默契配合 将神风学院的整体实力大大提升 风珠火石 火界锋利 看似是双人融合 却将四人的力量集中于风啸天身上 并弹攻防兼备 力量提升到了极致 但是孩子们可没那么好对付 变 想不到融融也会这招融环技能 毕竟是七暴琉璃宗宗主之女 只不过 融环所消耗的魂力过于庞大 轻易不会使用 这事 七位一体融合剂 七位一体 一般来说 只有武魂和魂剂极为接近的魂式 才能施展这种融合剂 就像当初的仓灰血缘 可史莱克奇怪 每个人的武魂和侧种方向都截然不同 竟然也能施展 同样的融合剂 难度却是天壤之变 这就是大师的真正实力吗 大师提出的武魂一体融合理论 我虽然已尝试学习 但终究不明就理 想必这事件除了大师 只有小三完全比赖其中奥妙吧 请问是七位一体融合剂 但这个技能的薄弱之处 我已经看穿了 这融合剂的发起者正是宁荣荣 而发起的基础 却是给宁荣荣提供庞大国力的奥斯卡 好天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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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震惊大陆 便是好天冬天 对前任教皇千寻级的一致 如今 好天锤再度显现 在宁荣殿连击 不知又会显起 凤凤魔狼三十六连斩 只要将这两人解决 你们的融合剂叫故宫子铺 好天宁荣殿连凤魔狼三十六连斩 怎么可能 队长上次还和那个唐三憨战许久 这次竟然一招打败了 该死 如果上次成功阻止了唐三 今天就不会 同样是融合剂 小三背后有六名队友 七星协力的支持 风啸天背后却只有三名 这总魂力上的巨大差距 让小三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 不止如此 风啸天最大的失误 就是再次使用了 疾风魔狼三十六连斩 这是他的最强杀招 上次也跟小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为何不该再次使用 正是因为上次的经历 小三对这招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研究 结果发现 疾风魔狼三十六连斩 和乱披风锤法 都有一个类似的缺陷 那就是 只要能够在这个技能施展之初 将其打断 他的威力根本无法发挥 只有持续发动 不断叠加力量 才是这个技能最可怕的地方 那小三便是在风啸天 加速的情况下 精准吃出耗天锤 还赶上了风啸天力量 尚未完全发挥的最佳时期 凭小三独到的眼功与手法 相比早已算了 风啸天的动作轨迹 这才瞄准翅膀 而非凶堂 保住了风啸天的性命 但 小三的处境更加危险了 昊天锤越是崭入锋芒 武魂殿的杀心 便越坚决 他垂身打过小三的身体 竟然被小三稳稳拉住 两天吗 三哥看起来 像是要和昊天锤融为一体了 气魂真身 不 不可能 他不过四十三级 怎么可能生出七十级以上的气魂真身 我交给他们的七位一体融合剂 虽不像五魂融合剂那样强大 但却可以将众人的力量 连接 凝聚 集中爆发 此时小三的魂力 便是七人魂力叠加后的成果 再加上九宝德里塔的叠加增幅 小三的魂力竟已高达七十级开玩 这就是为什么 小三能不可思议地跨越整整三十级魂力的差距 下于七魂真身的真正原因 受魂师的第七魂技必然会是五魂真身 化身为自己的五魂整体 用巨大的爆发力 实力以几何倍数增强 而七魂师的第七魂技就是七魂真身 以自己为七五魂的灵魂 令七五魂的威力达到极致 如果七五魂本身很强悍 那七魂真身爆发的威力 只会比五魂真身更加厚 他们还没放弃 他们都是值得孩子们敬佩的对手 到天锤 刘岸披风 都已经战胜了对手 难道小三还想施展漫梯冬锤法吗 恐怕整个赛场都会被一击毁净 这不仅仍的威势莫非是 天下第一情魂 好听之备 我 听 爸爸 谁 回魂 不 他怎么会在这里 应该是老师吧 这就是七魂真身 不只是魂力 力量 我仿佛感觉到自己的灵魂 一约好天锤融为一体 这才能使出真正的七魂真身 手 好险 如果没有老师的及时提醒 我可能已经失控 继而被抽干灵魂了 我宣布 本场的获胜者是 史莱克学院 好 好